大家像我这么老的老头啊 没人喝奶茶 我也不知道奶茶什么滋味 我从来没喝过 但是我当时今天有点想咱们咱们这个香飘飘奶茶 怎么一个香飘飘 因为香飘飘这个奶茶呀最近干了一件事 这件事呢就引发了大家关注 有网友帅出香飘飘奶茶 在这个日本经合商店大酒宝店的产品上 印有嘲讽和污染水排海的标语 我一看写的是0.1的土地污染了70%的海洋 写的是可以没有日本但不能没有海洋 写的是海洋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今天香飘飘工作人员 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已经注意到了网传在日商品印有讽刺日本和污染水的相关信息 看到这消息 我觉得这口号写的挺有智慧的 点明了问题的性质 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而且这件事应该说 是一个真实预言的表达 我今天晚上找香飘飘 喝一杯咱们咱们的滋味 看看喝了以后的体验是什么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日本人看了东西以后 我不是说日本人民啊 不是说日本 主张中日友好的人 也不是说普通的善良的日本老百姓 而是说历史仇恨不忘 坚持军国主义的路线 要把中国台湾省当做日本的事来考虑对待的 吊一岛的事情 造次的 败鬼的 那一帮老鬼子的后人 我说的是这些人 我看到下面上面还有一句话说 希望日本政客 自己喝核污染水 我跟你说 您知道不知道 喝过 麻生在日本当过好几个大官 麻生就当着很多记者的面 说 你看 这个核污染水 真的是昏干净的 拿起来 把它喝了 哎呦 您的核污染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你为什么在日本不把它做成饮用水呀 没一定追判 拿去交地也行啊 放到您自己的内核里呀 你干嘛要往大海里排斑啊 所以香飘飘奶茶 这几句话至少 我了解情况不多 至少这几句话说的没错 很提神 日本有个账号 他的视频啊 只有一个内容 播放量还挺大 最高播放量70多万 日本才多少人呢 就观测中国三峡大坝 看三峡大坝什么时候塌 每天没塌 他都很失望 今天是2024年的5月4号青年节啊 今天是大家连续观察的第770天 他本人和他的粉丝都在预测三峡大坝什么时候塌 各位 声明在日本有一部分人他不愿看中国好啊 70万人观看就说70万日本人看完了视频 他的粉丝近5万 就在这个网站上 有人说中国人对日本的实实在在的核污染事故 核污染水排放 大惊小怪 说是中国这样做呀 是山东仇恨 既然是广告 我觉得应该有广告法 咱们依法办事 但是我们要表达的预言 就这几句话而言 我觉得话说的不错 我刚才问问年轻人 他们年轻人都知道 说像飘飘挺厉害的 卖的很厉害 一箱30倍 它销售量是3000多标准箱 如此算起来呢 就是11亿 多杯啊 这连起来就是说计算一下 绕地球可以三圈到四圈 2008年一年卖了三亿多杯 被子让你绕起来可以呢 绕地球一圈 09年一年卖出去7亿多杯 绕地球两圈 这香飘飘绕地球啊 据说香飘完检查是80后90后难以蒙昧的记忆 但是引起我的关注还是因为香飘飘在自己的广告上面 写了几句 嘲讽日本核污染水问题的文字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啊 是一个既有现实的经济方面的联系 又有呢 同为亚洲国家的那种外交上的联系 也有呢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日本军国主义对二战侵略中国的历史 采取不仁章的态度 包括和美国人夯瀉一气呢 围剿中国 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那些问题 我刚刚又看那条新闻 也是日本的 日本731部队最新的证据材料被发现了 我的老家哈尔滨 不是哈尔滨很火吗 旅游很火吗 说冰雪旅游很火 冰雪化了 咱等着下波冰雪来 现在旅游依然很火 其中一个项目就是 日本731部队的这个展览馆 游客非常之多 大家看中国旅游到哪儿呢 五一长江到哪儿 不是熙熙攘攘的 但是到这儿来的人 大家相对安静 慢慢的挪着步子 一个一个往里走 因为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不能忘的一摸 最新发现了731部队的罪证材料是什么呀 这是一份刚刚发现的档案资料 731部队本部 身上申告书 这是日本话 意思就是说这是个档案 档案里面52个人的姓名 姓名 兵种 这些信息呢 清晰的还原了登记者 从进入731部队开始 然后参与了各种犯罪活动 并且由此证明 日本鬼子 侵华 日军 化学战 细菌战 他们都干过 中间的人员调整的调转的 全部都披露了 而且这个申告书里面还首次披露了 731部队里面设有专门的情报员 用以侦查中国的情报在中国人民身上 下毒 使坏 所以无望过耻 所以铭记历史 所以731残害 屠杀无辜的中国人的性命这个历史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不能让恶魔试图抹去 这段丧心病狂的 历史 我爹是东北抗联的老战士 后来参加了林彪的部队 所以我说到这些历史的时候 我觉得不但是民族记忆啊 也是我们的家史啊 当然今天的日本人不是昨天的日本人 今天的日本人不是昨天的日本鬼子 今天的日本人当中绝大多数也是普通的善良的老百姓 中日两国应当牢记历史面向未来 创造新的关系 但是现在日本的当政者跟着美国跑啊 一路跑偏朝中国撒野 四不两立 所以对待日本的事啊 我们既要有现代的联合国宪章之下的外交的准则 外交的礼仪 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 对历史的问题采取 认真的态度 我觉得最要命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当中 南方某著名大学的历史教授 号称知日派 拿着日本人的那些琐碎的材料 然后反过来证明 卢沟桥事变是假的 然后呢 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日本天花没有战争罪行 等等等等 但是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这种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 我们必须有个公正态度 我们对于那些 清日分子的行为 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历史的辨识 好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马南 再见 讯恩一直在移民